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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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黄伟出任十二兵团司令 因为这件事胡脸一气之下跑回老家 而在淮海战役爆发后 十二兵团被中原野军包围速线西南双队级地区 这时蒋介石马上派人出请胡脸出马 指挥十二兵团突出包围圈 由此可以看出来胡脸的军事才能 再在蒋介石哪里时得到承认 尽管胡脸得到来 也避免不掉第十二兵团被歼灭的解 罪王维被抓 胡脸成功突围 看看素玉几次与胡脸交手 胡脸都能全身而退 说他是国军名将 一点也不为过 而让胡脸成为金门王称号是他指挥金门战役 当时国军在大陆是节节败退 士气低下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胡脸还能指挥一战斗 并且还裸裸 想想此时蒋介石得有多高兴 好不易容裸了一次 就大肆在台湾 军队宣传胡脸 说有胡脸将军指挥我们 一定能守住台湾 这也是什么后来台湾军事住宿 都把胡脸说成 鹤立级军 千古良将 也和蒋介石宣传有点关系 但是 胡脸在军事上面确实有过人之处 平心而顿 胡脸在战场上的军事才能 比太多黄埔生都要略高一筹 他有张领府的汉 但无张领府的娇 其中不比黄百涛少 齐某绝比黄百涛多 因此 不能怪台湾军事住宿 把胡脸说成鹤立级群 千古良将 到1977年6月22日 一生征战 都胡脸因患心脏病在台北逝世 后来胡脸将军的骨灰 安葬在澎湖列岛海域 实现了其魂护台澎的遗卷 也可以看出去 台湾军民把胡脸看成守护神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